嗨,大家好,很开心今天的培训是由我主持 那为什么我今天一定要来主持呢 因为今天培训的讲师是我的推荐人 红宝总裁Maya 那么一开始Maya其实她一开始呢 纯粹就只是一个消费者 在他们家她有一句名言 她说她先生呢就负责赚钱养家 她呢只要负责茂美如花就可以了 所以她对健康对整个美丽身材各方面都很重视 但是呢她唯独不看好的就是 她不觉得她需要经营这样一个生意 可是呢就在她很认真的使用产品以后 马上就有人来问她 Maya已经本来保养的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可是她用了结丝产品以后呢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呢就不断的有朋友问她 那么她当然呢 这个一般来讲你用的东西不错的话 你肯定会主动的去分享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简单分享 也让她很快的就身上红宝总裁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欢迎我们的红宝总裁 Maya 谢谢Joseph的讲解 谢谢Joseph的介绍 全球的结识家人们 大家现在好 我是来自温哥华的Maya 今天非常感谢护营大家长林老师 和在座的各位给到我这个机会 让我在这里 也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结识感受 在结识这个行业里 我算是一个老会员了 在六年前基于对好朋友的相信 我加入了结识 到今天的小有成绩 离不开我们团队的通力合作 也离不开我的坚持不懈 没有放弃 没有放弃 所以在这个平台 我是越做越开心 越干越喜欢 感受我的后半生 遇上了结识 是我 人生道路上的 景上天花 所以我非常开心 在这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里面 在结识这个平台里 让我最感动的是 我不仅让我的家人 得到了产品上的受益 也给我的亲朋好友 我周边的朋友 都让他们 帮助了他们 改善了他们的身体状态 所以这一点来说 我是非常的开心 而且在这个平台 我还有机会 让我提升我的个人能力 和我自己人生价值的 全然释放 给到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今天我最大的感触 我就觉得 所有归结 最终的感觉 心态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一起来 聊聊心态这个话题 想必在座的各位 听了好多 有关心态的课程 但是今天 我觉得 我还是 有这个信心 来了心态这部分 就是因为我的感触 是最深的一部分 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接触结诗 或者我们介绍朋友 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遇到 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朋友是怀疑 或者是 犹豫 或者是猜疑 不接受 对吧 那这种情况 好多 可能就与结诗 十字交臂 无缘进入结诗了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 不好意思 我先把我的 OPP 要 共享一下 请稍等我一下 我把OPP 共享一下 好 大家看到了吧 可以 今天这个 是我需要讲的话题 叫心态 三种情况 刚才我讲解了 一个是怀疑 一个是半信半疑 半信半疑的朋友呢 有可能他 对你的产品介绍 他想来试一下 但是他 对他也 是怀疑态度 随着 如果是 用了久了 朋友就知道 越用越爱 越用越喜欢 那么有可能 他就会慢慢的 作为像我们一样 一个分享者 一个经营者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三种状态 包括我自己 也是这种三种状态 还有少部分 就是简单相信 所以这里 我提的第一个心态 我想讲的 第一个心态 就是相信 如果要马上就相信 这家公司 这家产品 这家制作非常不容易 对吧 因为市面上 这种产品太多 而且是 你不知道 哪个是好 哪个是坏 所以我觉得 像我们 最初 至少我们要 给自己这个机会 先去尝试产品 我以前 是 不像别人 好像还有什么 这样痛 那样症 就很多病灶 症状我才用产品 但是我觉得我都看得到 我就喜欢爱美的人 我也喜欢身体健康的人 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把产品拿回来 全套都在使用 这因为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公司要求 全部使用 然后回馈给我的 就是我现在你们大家看到的 至少到目前我的同龄人这种水平来说 我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第二个呢 要相信公司 特别现在这种疫情特殊情况下 好多公司 特别传统公司 很多都在分分倒闭 或者是关门 但是像 杰斯这个互联网平台 这么一个新型的 而且是 以趋势 发展 密切 联系的这种公司 那么 我们不选择他 不相信他 去相信谁呢 所以 第二个是 我觉得相信公司 第三个 是最重要的 要相信自己 在这一点 我深有感触 包括我这次 跟大家 在入木课呢 分享 其实也是我第一次 在这种情况 跟大家分享 当初 让我要来分享 今天要来分享的时候 其实是在一个月以前 当我报名要分享的那一刻 我就开始 犹豫 紧张 焦虑 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讲不好 因为我怕我讲的东西 帮助不到大家 就是自己想的太多 其实 我就做一个决定 全然相信自己 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 觉得自己 用了那么久了 也感受那么多了 又很想分享给周边的朋友 那么就大胆尝试 讲出来就好了 至于讲的完不完善 那可以去修正 但是如果我 不用这个机会 把自己站出来 让自己去讲的话 可能修正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 我既然认定了这个生意 我既然认定了这个事业 那么 我们就要一种 老板的心态 我们都知道 老板心态什么样呢 其实我家 就是传统生意 我先生就是传统生意老板 几十年了 所以老板 首先他就是能吃苦 第二是守信用 第三要担当 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 什么事情 你都是想着债钱 而且所有的责任担当 包括是跟客户的 商业上的沟通交流 你的诚信 你的信用 是首当其冲的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 你要想把你的生意做好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在 集市事业里面 我们首先做的 其实就是叫做人 我们往往好多人就说 其实这个事业是给好人做的 你就说这个平台里面 是理念你的 我们百平老师经常说 它是一个四金石 是看你人品好 你的人设怎么样 那么这个行业 就可以给到你这个机会 让你去慢慢的不断成长 再下来呢 那我们就要有行动 我们有时间 可能是想的特别多 但是呢 行动特别少 或者是自己顾虑很多 不敢掐出这一步 包括我现在 今天这个举动 也是对我来说 我是一个行动 因为我没有这个行动 那就没有今天 我这么想给大家 分享的这个时刻 这个宝贵的时刻 所以在集市里面 你虽然有很多规划 有很多想法 但是呢 你一定要行动 如果你不行动的话 你就不会有结果的 再下来就是自律 这个自律也是我们这个行业 不管是这个行业 还是其他行业 都是需要的 我记得这段时间 我们有的伙伴一起 做了一个 真 真Body的产品的 增肌解脂 这个活动 当时就是 要每个人 至少你参与的人 一定要每一餐 把照片照出来 你的营养配置 PFC的营养配置 你每天都要像叫作业一样 你每天要汇报一下 你的早餐 中午餐和晚餐的 所有的东西 是什么内容 一天两天可以 我们是两个月 两个月你每天都要这样 当初肯定就是很有犹豫 然后很容易有很多其他事情 就把你耽误了 我自己也是 在中间也有散板的时候 但是呢 我一想 既然我选择了 既然我注定了 要去完成这个作业 那么无论我哪怕是再晚 或者第二天 我一定要把这个作业补上 就给自己一个自律的习惯 再有呢 就是你每天 你的学习的时间 你的安排生活的时间 你的时间的自律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我们做这个 结识行业里面 你所有的内容 都跟你自律有关 一旦你自律了 那么你的效果 是你平时 难散的时间 花掉了这种效果 是截然不同的 接下来 就是空碑 在这里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佛学 遭遇很深的人 有一天他 听说有一个寺庙 有个德高望重的老禅师 他就想去拜访他 他去的时候呢 是老禅师的徒弟接待他的 结果他一看 非常傲慢的心想 嗯 我都是一个佛学 老禅师还没有停手 一直往下倒 他就很纳闷 他就问老禅师 哎 这个水都已经倒满了 你为什么还要倒呢 而老禅师呢 也笑了说 是啊 水都满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倒呢 老禅师的意思就说 你既然觉得你学问很 很渊博了 你还要到我这边来求教干嘛呢 所以这个就象征说 如果是我们要学什么东西 那么至少要把我们像一个空杯子一样 把它倒空 要清零 然后才有空间来装你更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 我们就是要从零开始 这个从零开始呢 其实当初我们都犯了这个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传统行业里面还小有成就 然后觉得自己的这种传统方式还可以拿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发展 用传统的方式来去做结识的事业 结果可见 屡战屡败 我们林老师最爱说一句话 其实结识没有捷径 只要你不走弯路 你就是走了捷径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首先把自己清空 把自己所有认为有的东西 全部清零 以空杯的心态去接受新的平台 新的事物 因为我们一个团队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项 所以这个就是要 我说到的三人行必有我 无论他是什么行业的 无论他是什么资历的 或者无论他老少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 那么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就吸取别人的优点 然后来完善自己 让自己不断的在这个行业里面成长 所以 空杯的心态 也是一不可少 接下来呢 就是付出 可以想一想 我们既然认定了这个事业 我们每天的时间 付出了多少呢 像以前 我压根说老实话 也没有这么严谨的 每一天把这个时间 安排在 结识的上面有多少 都觉得 反正当时就觉得 有时间我就去 坐一坐 没时间就无所谓 但是后来发现 这样做下去 真的是事倍功半 因为 无形当中 耗掉了你的精力 耗掉了你的时间 而你要想要的结果 是不可能要到的 在这里呢 我也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刚进来的时候 刚进来的新朋友 一定最好每一天 你固定的时间 比如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拿来学习什么 学习网上的这些 很多钻石的讲座呀 或者学习你有关 结识的 所有专业的知识呀 这些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你一直这么 坚持下来 过段时间你会发现 你从一个小白 慢慢就会走到 很专业的道路上 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晋升到了难保了呢 那么你的时间 精力 不仅要照顾你的生意的同时 还要去照顾你小伙伴的 他们的成长和提升 那么你就起了 相当于起了个桥梁的作用 你就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同时 你还去帮助你周边的新伙伴 接下来呢 就像我一样 上了红堡了 那不仅要付时间 付精力 而且我还 我还一定要把我自己 所想所知所看 全部的交给 或者全部的分享给 我下面的新的伙伴们 让我的一点小小的经验 给到他们 让他们尽快的 走上这个专业的路上 这样的话 我们团队凝成一股绳 那么整个你的事业也好 整个团队的事业也好 全部都是一股劲的往上在走 好 大家看到这个改变 这个改变 其实我们改变谁 我们谁也改变不了 对吧 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往往肯定很多就想把别人改变了 觉得 别人应该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做 应该按照我们的思路去想 但是不可能的 最终要改变别人 非常的难 所以从自身改变 就像我一样 我这次 为了做这个 这个培训 这个分享 那么我首先就给自己定个位 我既然想做 那我就至少做得 不说非常完美 但是我至少自己 不要太 太出差错 那么我自己就要每天 把我的时间 拿一部分来 学习专业的知识 拿一部分来 听很多有关 对我自己身心灵 成长有关的书籍 然后再拿一部分 拿我的运动 我的健身 那么你这么持之以恒下来 你得到的结果 可以想象得到的 再有就是机会 往往好多人 机会到了身边 但是好像 没有抓住 人家都说 机会是跟有准备的人 其实机会来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去尝试一下 如果你不去 那可能就是原 就是原状的状态 但是如果你去 尝试了 就可能有50%的机会 在这里呢 我就想起 多伦多的 Victoria 钻石 他讲的机会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呢 机会就是你自己主动要去争取的 你自己主动创造出来的 第二种呢 机会就是 第二种的机会 我看一下 对 第二种机会是你 自己要有 抓把握机会的勇气 所以他就说 你首先机会来了 那你要有勇气去把握住 第三个呢 就是你要准备系统的方法 去运用这个机会 来达成你的梦想 我就想象 我这次 能在这个入目课堂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就是稍微小小的 对自己 做了一个 决定 然后抓住了这个小小的机会 让我自己在这个 这个入目里 可以跟大家一起 分享我一点的心得 所以只要你有这个行动 抓住这个机会 那么 你自己 就比原来 改变了 我们 奥帅 常常说 你每天进步1% 那也就是说 你每天改变1% 那么你慢慢 你就会越来越好的 坚持 说到坚持 这一点 我也很有感触 当初 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其实就是跟着 一帮好朋友一起 觉得好玩 觉得天天就这样 每天一帮人 走哪都是在一起 欢歌笑语的 但是真正做上 这个事业以后 我就发现 在当初那段时间 有很多项目 来吸引你 包括 前几年的 什么资金盘 区块链 有很多这种 类似的项目 动不动心 当初那个时候 还是有摇摆 有动心的时候 而且自己没有怎么去参与 没有怎么去主要做 但是也是跟他们一起 参与了一些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这种项目 对我这种性格来说 一点都不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每次 加入这种项目 我就心惊胆战 然后随时都担心 你投入的资本 下去 那个钱 不是像爵士这种小钱 你投入星期以后 能不能收得回来 然后你投进去这个项目 你想分享给朋友 这个项目到底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你自己都不笃定 你拿什么去分享给朋友 你自己都觉得 你都有可能损失很多 你敢去分享给朋友啊 你真的 不仅对不起自己 也对不起朋友 反过来 劫师 我们压根基本上就没有投资 就像换我 就是我们换了一套产品 以前 我不要这个劫师 我其他一样的 用于这些产品 我相当于就是全部把它换掉 所以对我们 真的就叫零投资 然后你把产品用好了 分享给你的朋友 分享给你的家人 你的亲戚 那么他们反馈回来 都是感激你 感谢你的话 这种成就感 你越说 越想分享 越做 就越觉得自己很有劲儿 绝对没有什么 感觉很揪心 很难受 这个感觉 所以坚持 幸好我一直坚持在这里 虽然我的进度很慢 但是 只要我坚持下去 永不放弃 那么 我会觉得 这个是对我的 人生道路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让我不断地去 遇见我最好的自己 所以一定要坚持 不亲眼放弃 接下来就是要包容 我也记得 石头妈咪说过 花开有期 花期不同 当你有小伙伴进来的时候 那么第一个 你要包容他 要给到他时间 不要急于求成 不要太 复习他 让他感觉非常有压力 第二个呢 就是 当他进来的时候 你要一定要有耐心 要有信心地去教他 比如说 我们这一次物流 大家都知道 这个物流 这段时间困扰了我们很久 但是在这个时候 就有很多朋友 有的朋友 是非常积极的心态 我们以各种方式 比如说 寄到地边来 然后我们再帮他们寄回去 寄回中国 或者是中国有的 或我们互相换 互相跳 这样的话 既满足了 每一个新伙伴 手上有货用 就每一个传递的 都是很积极 正能量的一个 很好的状态 有部分 少部分的朋友呢 这个时候就心可能比较急 他就已经坐不住了 然后就比较抱怨 然后他就 就有很多语言 反正总之一句话 就很不满意 然后怀疑 这个公司也不行啦 怀疑这个物流也不行啦 然后怀疑怎么 反正很多很多 他找理由也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耐心的心态 去跟他讲解 去跟他分析 让他去看到公司的远景 让他看到老板都是亲自亲尼的 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一定有信心 那么这个时候 就其实考验了我们的耐心 我们就一定要有耐心的 去跟他讲解 再下来就是积极行动 这个积极行动呢 也就是说 如果伙伴们有什么需求 有什么需要 只要找到我们 无论你是什么情况 无论你是有 包括就是 不管是螃蟹也好 是你的下面也好 很远也好 只要你问到我 因为我都是非常的愿意 把我所知 把我所想 尽我的可能 全部的帮到你 而且 不是我有多伟大 就是因为这个平台 给到我们这个 想帮人的心 所以 我觉得 只要我们有包容的心 有耐心 就可以 可以跟我们伙伴们 更好的 共同往先走 接下来就是感恩了 首先 真的是感恩这家公司 也感恩这个老板 其实感恩我们系统的 呼应大家的林老师 以及我们各个钻石 以及我们 还有绿宝红宝 和其他伙伴们 因为 这个行业 真的和传统行业 完全不一样 做久了以后 越发感触 深刻 就是因为 它是一种传递大爱的 一种让你 不停地挖掘你内心 想好的一个心 所以不仅感恩 所有的伙伴 而且还感恩自己 就是自己能够明智地 选择这个行业 而且能够坚持下去 这个今天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总结起来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八大心态 就是我们 首先要相信 这家 这个行业 这个企业 就结实这个行业 第二呢 既然你认定了 那么就要有老板的心态 然后要把自己清空 要从 从零开始 要有空被的心态 来对待这个事业 然后 当你在进行过程当中 一定要 做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付出 付出你的时间 付出你的精力 然后 改变 你所看 所想 然后改变你的思维 改变你的认知 这样 坚持下来以后 一定要有一颗包容的心 然后最后就是感恩 接下来呢 我要 接下来 我用一句名言 做我今天的 分享 人生的道路 都是由心来描述的 所以 无论自己 有 处于 多么 严酷的 境遇之中 心头都不因为 悲观的思想 所引老 这是道上和夫 所讲的 我们呢 在这个行业 一定就是要有一个 积极乐观的心态 让我们自己 在这个 形态上 不仅 提升 成长自己 而且还可以帮到 只要跟你有缘的人 这就是我特别喜欢的 结识文化 也是我特别愿意在这里 一直长此 保持下去的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玛雅 玛雅你可以 停止供应上吗 好的 各位相信吗 这一场是 玛雅的处女秀 讲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要给 玛雅鼓励一下 谢谢 谢谢 成功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这位 让我分享一下 分享 OK 接下来要邀请这位 来分享 这一位呢 她是我 远代旧金山的伙伴 蓝宝石 琳达 琳达呢 其实她不是住在旧金山 她是住在旧金山北边 开车三个小时的一个小镇 叫做 Yukaiya 那么呢 刚开始的时候 她因为产品受益 所以呢 她 她非常有兴趣 所以就 托人找了我 可是 身为她的推荐人 人在加拿大 我也没有办法 在她身边 时时刻刻的帮她 所以 她要是没有很强大的心态 她是不可能坚持到今天的 所以我们要欢迎 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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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OK 我解开了 好 请说 好的 谢谢 Josephine 大国老师的介绍 然后也非常感谢 Maya老师 今天的处女秀 我觉得你讲的太棒了 对 就是 非常的 深入人心 亲切的 接地气的 分享 我受益良多 每一次的培训 我都觉得 收获满满 这一个 我现在看到我的 这一个照片 我先分享一下 我自己 使用产品的 经验 因为 是在 美国 单亲的关系 所以我的生活压力 非常的大 所以就把我折磨成 左边的这副德性 老态了 对 老态隆重了 所以那时候 因为朋友的 赠送我一盒的白驴 那个配权呢 让我感受到 产品的 威力跟神奇 为什么 因为我一天 以前要 吞两粒的过敏药 但是我在 喝 配权 两个礼拜后 我的 过敏 完全消失 所以很多的朋友 看到 我不再一支 洗鼻涕了 不再一支 什么都很好奇 然后 我就在想 因为一方面 我也在找机会 所以我就觉得 我需要 试试 所有的产品 所以我就 找到了 大谷老师 然后他帮了我 很多 也非常感恩 他一路 引路 带路 所以我就在 使用全面的产品 三个月后 内服 加上外用 所以三个月后 我真的是 改变了很多 我自己 没感觉 但是 周围的朋友 我都还没分享 他们就主动 来问我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找机会 那这个不救机 不救是我的机会了吗 所以我就是 抓住这个机会 因为我知道 这个产品 会说话 我本身是一个 很平庸的人 我的口才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 把自己 当作是一个店面 我走到哪里 我的店面就到哪里 所以 就这样子 一年后 我就 虽然不是很快 但是我是 虽然我的时间 是奸差的时间 但是我的心 是全职的心态 也做到了难保 所以 也有一些 伙伴 接下来 我在分享 也是我的第一次 在大团队里面 分享 有关于这个心态的 一个心得 跟小小的感悟 我觉得 在顺境的时候 要胸怀弱骨 克服逆境 需要的 要心态 要有很强大的心态 有一句话说 心态 决定脑袋 脑袋 决定口袋 在我的认知是 有了一个对的 好的心态 会 思考对的 方向 然后 做对的动作 自然 就会 方向 所有的 结果 就会是 好的 所以就像 我加入了 结诗 这段时间 还有碰到 近期的 这些 所有的问题 我学会了 淡定 跟 沉着 我不再 担心 不再 着急 不再 害怕 我学会了 做 宁静的 思考 闭上眼睛 深呼吸 然后 用激动的 想着 这真的不是 太好了吗 因为 全世界的 所有的 事情 发生了 都同 而且 大到 国家 小到 企业 个人 全部的问题 全部都 同时间 发生在一起 这 太妙了 太巧了 所以 这刚好给我 有这个机会 能够练习 学习 如何的面对 解决 克服 而且 而且不是 只有 我一个人 面对 我们有 强大的 公司 坐后盾 有团队 优秀的 领导们 在前方 我可以 学习到 他们的 解决 事情 克服 困难 的 智慧 所以就像 这一次 在我 团队里面 也是有 很多的 声音 就是 有 很多人 虽然 就是 责备 我每 那一阵子 天天都 收到讯息 收到什么 不是好讯息 收到 责备的讯息 抱怨的讯息 然后 对 很多的 负面 为什么 我都可以 理解 因为 他们 要的 就是 这些 因为 他们是一个 普通的 消费者 一个 有一搭 没一搭 的 分享者 他们 想要的 当然 就是一个 好的产品 好的服务 然后 不能 差错的 物流 那 身为 经营者的 我 我不 我不 可能 跟 他们 一起 起哄 我要 做的是什么 我要 做的是 解决 他们的 问题 疏通 所有的 疏通 所有的 抱怨 跟 责备 所以 每每 现在 每每 碰到一个 问题 来的时候 我还是 一样 用那个 沉着 淡定的 方法 闭上 双眼 深呼吸 用激动的 想法 说 太好了 太妙了 太巧了 让我碰到 又让我碰到 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这样我就有机会学习到怎么样去解决它 然后面对它 然后把大家带向前 所以现在每次碰到的问题我都非常的高兴 为什么 因为我解决的问题越多 我面对的问题越多 问题就会越来越少 我解决的问题 面对的问题 我过的关卡越多 我就离成功越近 所以 我觉得 不要害怕问题 问题 是 我们的礼物 为什么 因为 你要 离成功 不可能是一帆风顺 你的问题碰的不够 解决的不够 再来 学习的不够 行动的不够 是不可能到得了的 所以 这一个 就是我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 我这个小小的 感悟 好的 谢谢 谢谢 非常谢谢琳达 是的 问题能使你成长 你看 琳达她碰到很多问题 但是 她都自己解决 她都没有把这些问题拿来烦我 所以 她可以当作一个优秀领导人 为什么在整个大湾区一带 她底下一定有很多人 她甚至在中国也有很多伙伴 所以真的碰到问题的时候呢 要 应验应对 不要逃避 问题才可以让你成长 好吗 OK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要 邀请这位是 知名的 心灵导师 百瓶老师 我想大家都 都认识她 所以呢 让我们欢迎 百瓶老师 百瓶老师 你可以自己解麦克风 解了 姐姐 解开了 好 开始 可以开始了 是吧 姐姐 是 开始吧 我是看着 我的照片 把它移开 好 刚才听完了 那个 Maya 我的领导人 特别的点赞 两个指头都不够 十个指头点赞 所以真的非常感慨 到底是成功重要 还是成长重要 对于这样一个 只需要貌美如花的领导人 真的非常的感慨 Maya讲得非常的好 而且是我这几年来听来 在YouTube上听到 讲得又简短 没有废话 讲得特别的好 而且这一周 我知道 她是真的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还有Linda 我去洛杉矶见她第一面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她 一个那么不带刺的领导人 一个那么成熟的领导人 那么沉稳 满眼都是善良 今天特别开心 受我的领导人 Maya之邀 说 可不可以跟我一起讲这一场啊 我说可以的 一秒钟 都没有耽误 我就答应了 因为我们是领导人 你看今天 主持的大姑姐姐 还有我 还有Linda 这都是Maya团队中的 什么叫领导人 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能站出来 任何时候都能互相鼎立的 叫领导人 大而广之 我们的婚姻也是一伙人 当我们大家长需要鼎立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伙人 刚才Linda有一句话 当她在这个疫情中间 遇到问题的时候 深呼吸 这句话真的好励志啊 而且你看Linda姐姐 那么美丽 温温而雅地坐在那里 讲深呼吸 还有说 哇塞 又来了一个问题啊 看到一个领导人的成熟 所以他们两个人 讲心态都特别合适 回到今天 Maya 红榜 来讲心态 我觉得特别点赞 我觉得她特别符合这个话题 因为从第一天 我就感受到了Maya的成熟 平稳 而且Maya的心 超级的纯洁 没有任何扎致 所以你会经常看见她随喜团队中的人 你也看在在整个过程中 一个成熟平稳的心态 而不是突然三个月中达到顶峰 突然三个月中落到谷底 随时随地的都在给别的团队掌声 随时随地的都在配合 只要我们委員大家 只要有任何一句话 Maya都是第一个配合 所以真的啊 所有的协位都是要时间来见证 所以我经常说 时间是个神啊 在这里 大家都教不了白卷 是100分60分还是0分 时间是个神 好 映着两位特别优秀的姐妹 我们今天团队中 你看我的领导人Maya 我们的两边的两个特别棒的 你看大姑姐姐我 还有我们的Linda 这是我们今天团队中的一场秀 所以我也很开心 主题心态 我分享几个点 也跟大家 也是给我自己了 第一个点 在这段时间 大家总是说 疫情了 物流了 然后会有很多的 不安 焦虑 选择 跳动 也影响了很多伙伴 在这中间的 在这中间的抉择 那么不断的会收到 血缘中的一句话 会说 我有选择困难症 我不知道怎么选择 然后团队中的 谁谁谁去哪里了 团队中的 谁谁谁动摇了 那么我应不应该选择呢 其实 白平要跟大家 共勉 其实也是对我 对我的团队 伙伴们要说的一句话 你不是有选择困难症 人的一生 有时候是按天来选择 有的人 而有的人是按月来选择 你是三天来选择一件事 还是用三个月来选择一件事 还是一生来选择一件事 这不是选择困难症 要到这件事情的背后 是你从来都不知道 你要什么 这句话就到底了 所以你不是 不知道你选择什么 而是不知道你要什么 所以在这里 也没有别的点 可以大家共享 一句话 问问自己的心 你是跟随别人在选择 还是跟着你自己的心在走 你是在跟着别人的定义在走 还是跟着你自己的定义在走 你是跟着别人在过 他的人生 还是你自己 用你的主见 过你的人生 所以其实这个一点都没有 更高深的理论 就是 你得问问你自己 你要什么 所以人的一生 是用三天来画一个半径 还是用三个月画一个半径 比如Ginesse 你还是用一生画一个半径 你要什么 如果在整个天时地利人和中 大健康的事 那就顺势二维 已经定了 是大健康的 那如果事定了 在整个选择中 你是深度受益的那个人 你的缘分 结在了结死 昨天有个伙伴问了一句话 我特别感慨 我看到琳达了 我就对着你讲吧 这样子的话 我就不至于对着黑板讲 特别好 琳达 好 昨天有一个姐妹说 我们昨天在温西这边有一个聚会 她说我做了三样 我就不提名字了 可是她说我的朋友越来越少 所以我现在受伤了 特别害怕 听到别人在跟我讲 我笑笑的跟她说 很简单 我说 丽丰 你的朋友是越来越少 还是越来越多 她说越来越多 所以 你选择的那个产品 你选择的那个模式 如果那个产品不靠谱 你的朋友当然越来越少 你选择了一个资金 作为你的标的 你门口不堆满要载的人 你已经 你已经OK 你已经是上帝保佑了 所以不是你的朋友越来越少 是你选择那个标的 那个媒介 让你没的朋友做了 我们为什么朋友越来越多 所以 在整个这样的一个选择 尤其是在庚子年 这样一个如此动荡的过程中 我常常跟自己说 也跟伙伴们说 太平一点吧 守住你 守住你的发心 这已经不是鸡汤了 这个年代 在这个这么看不明白的时候 不要再动跳戏跳了 因为你看不明白 你不是神眼 你也不是基督眼 你也没有会见 守住发心就是 餐厅帮了我 周围还有几个朋友 然后吐槽的时候 还有个肩膀可以借一借 这是第一我要分享的 不是选择难 是我们忘了我们要啥 问问自己要什么 还用医生来要什么 还有不要再告诉你 你的选择是按天论 按三个月论 你的选择半句能不能长一点 你能不能给出公司一段时间 也能不能给你一段时间 这跟高大上毛关系都没有 我经常看到你的人生 是按月来选择东西的吗 你活该受错的吗 第二 我不断地问我 被我的学员问道 如果成为一个富人 到底有没有法则 有 一句话 焦点法则 你敢不敢把你的专注力 放在一件事情上 你敢吗 你有看到过一个大臣的人 平均一年挑四个项目吗 你敢为你的选择付出 你的所有的注意力和焦点吗 焦点在哪里 爱在哪里 钱在哪里 这也跟大话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法则 一件事情一生能成就 就不得了了 你还敢同时做四五件事情 你以为你是谁呀 所以很简单 富人的所有法则 你去辩访 两千年中国历史 和全部的中西方文化 有没有一个人 同时做五件事情 能够登峰造极的 那我们又不是神人 我们又没有这么大的造化 那我们能不能一生做一件事情 所以根子年了 能不能别瞎折腾 这是第二个 送给我 送给我的团队 也送给我们 整个会营的兄弟姐妹 然后 刚才因为我们讨论的 琳达和我的李秀妈呀 我们在讨论心态 这是一个成熟度 成熟度就是 天哪 怎么会有疫情 天哪 物流怎么可以这样 什么叫成熟的心态 就是所有的无偿 你能不能当成正常 你能不能不要当成天哪 三个月前 你的热情高涨 三个月后 你的热情到了冰点 他不是金奈斯 适不适合你 而是你的人生不够成熟 是你做个太太不够成熟 做个家长不够成熟 做个妈妈不够成熟 你做哪个事业 都会有无常 你今天在金奈斯遇到了物流 你敢说你在下一个生意 就不遇到物流了 那是另外一个 你今天遇到了一个人叫Linda 你今天遇到了一个上线叫百屁 你改天遇到张三李四 他只要是人 就会有认知的不同 所以我要跟大家交流的是 你能不能问问你自己 不是你在金奈斯遇到了问题 你退缩了 人生有没有问题的地方吗 如果那个地方没有问题 那个地方天上外底下砸钱 轮着你吗 轮不到你的吗 所以一个成熟的领导人 今天讲心态就是 你可不可以视所有的无常为正常 就是我这两天跟我的伙伴 总说的一句话 你能不能用平常心 看无常事 朴素地活着 这种时候 不是金奈斯适不适合你 而是在五级年代 你还有多少的空间可以生存 这句话送给伙伴们 也送给我自己 好 那么还有一句话 就刚才琳达姐妹说的 解决问题呀 带团队呀 沟通啊 处理问题 好简单 我分享一个 那么前上个礼拜 伙伴们都在说 有人去了那里 有人来了那里 琳达你的团队是不是也有这种 因为物流的问题 有上下跑动的 我先生坐到那地方 眼皮都没 他问了一个很简单的话 你们家的物流怎么解决 他说国际邮包 国际邮包 就得清关 国际邮包 就得涉及到海关 只要涉及到海关 你跟我有区别吗 那如果你跟我没有区别 他说那杰斯以前是四到七天 是 所以琳达姐妹 因为我对着你在讲 所以不是杰斯的物流 是杰斯物流 恢复到了大家一样的水平 所以我先生用了一句话 是很多平台的梦想 就是杰斯的底线 我们只是跟大家一样了 换句话说 U公司常年赚钱的方式 就是我们现在 不好了的方式 有话讲吗 除了调整自己的心态 还有什么话讲 他们最近跟我讲了 什么N公司 NU公司 这个讲了四个 我都问了一句话 你们家的物流是四到七天吗 他说不是 是国际邮包 我说那你从杰斯跳到那去 你有任何必要吗 是解决了你的物流吗 他说之前我们四到七天 我说所以我们是从梦想的天堂 突然回到了人间 我们的底线 就是所有人的梦想版 多简单 你如果跟我说 你家的物流是四到七天 拿来让我看看 我或许也会稍微的 有一点波澜 如果没有 你不得问问 你自己够不够成熟 你选择的眼光和半景 够不够短 所以其实真的很简单 只要你有足够的诚实度 你是一个在这个年代很智慧的人 根本用不到领导人天天辅导他 好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琳达和我的领导人 玛雅都说到的 你在跟伙伴的沟通中 你在解决问题的能量中 你在带团队的整个中间 要不要测试我们的能量 要不要测试我们的段位 要不要测试我们成熟和进步到什么地步 包括每天出现的这些事情 包括之前我们四到七天很顺利 现在我需要两周 好 讲今天 我的先生早上 胖乎乎的挺着个大肚子 然后一箱一箱的往他的车上装货 我还拍了个小视频 我看着我家的胖哥心高采烈的 往他的灵质车上装货 边装边说 幸亏我买了个大灵质 不然的话伙伴们的货都装不下 我没有看到丝毫的埋怨 丝毫的抱怨 然后我看到一个运货狼 满脸表情很兴奋的说 哇 我说你买了个大灵质 原来就是为了跟伙伴们运货的时候 刚刚好 他说你看 多么碰巧 我刚买了个大灵质 就可以运货了 什么叫一个成熟度 陈田从这里运回家15天 那么我再反问 你们转去的任何一家公司 在这个礼拜 如果你运过去 能比陈田近几天 如果都是国际邮报 什么是一个领导人 就是能够跳在外面 洞察是非真相的能力 而不是整天讲鸡汤 而不是整天用脑在边谎 而不是跟团队中每天在洗脑 用着洗脑吗 我讲的哪一句话 不是一个成熟的智慧的商人 需要面对的问题 哪一个需要憋 我家老公今天早上 我发了一个小卡通 到我的团队中 上面就写了一句话 我们都是踏实卖货的 那么我那么作的人 我那么矫情的人 我先生那么风毛麟角 不是依然踏踏实实 这就是一个成熟的商人 用行动在带动 多简单 玛雅给我的团队 一箱箱的用 他不就是一个貌美如花 然后老公负责赠钱 老婆负责貌美如花吗 所以在这种时候 我共勉我们的团队 也共勉今天能够听到 这个视频的人 没有这么多高大上的语言 去带动 用你的行为 让所有的伙伴吃上产品 吃上产品 吃上产品 好 分享昨天 一个伙伴的一句话 他说 有人加盟了什么什么 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发了一段文字去 他就不再去了 我跟他说 没有绯闻的公司是不存在的 但是如果这个绯闻 是货运 是被抄袭了 是被造假了 是被谁把我们家整个 用一个集装箱 或用多少货运来造我们的假 被抄袭 被诽谤 被嫉妒 你看我的表情有多么的坦大 因为明星一定会有这样的绯闻 我一点都不担心 最多我和我的先生 还有妈呀 我们整个团队往您的伎俩 我们陪着 陪着公司 能过去 我甚至跟你说这事不大 因为只要被抄袭就代表你家产品好 只要被偷着去运 被仿冒 就证明你家是明星 而如果有一天 琳达姐妹 你的伙伴跟你说 你们家的产品被质疑 你们家的产品被质疑 有技术 你们家的产品被质疑 被哪个公司质疑了 而且那个公司是非常的是第三方 我害怕 只要杰斯的产品能帮人 只要杰斯的产品能够帮到伙伴们 你的发心不就在这里吗 早晚能长大 难了 你就自己领导人就跑一跑 不难了 就四到七天 我继续说 我们是全球物流第一 所以 这在我不是大事 因为他没有伤筋动骨 什么叫伤筋动骨 产品有问题 产品被质疑 产品出问题 产品害人了 我们要脸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背书 我们要活得下半生很容易一点 所以很简单 杰斯没有问题 杰斯的产品每天帮人 杰斯不会因为你分享了 变得没有朋友 再剩下对我都不是事 好 最后一句 当大家问到我说 白皮你每天在干什么 我说 我不能判断任何 我不能说这是不好的时机 我也不能说物流出物流是这样的 疫情是这样的 好还是不好 什么是最佳利益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佛眼 我没有基督眼 我是个基督徒 我没有神眼 我看不见 我只能说 如果现在疫情过去了 中国欢迎我回家 因为现在机票不通 我买不到 如果欢迎我回去了 我继续能陪我的老母亲 因为我被分割两地 我两个老母亲 我母亲有这么大的一个车祸 可是我回不去 如果你让我回去了 我陪伴老母亲 我陪伴我的中国伙伴 我能够跟他们朝夕相处 我说 太好了上帝 我回不去 我就会说 太好了 你看灵大姐妹 我已经学会你这句话了 我可以陪我儿子长大 我可以陪我先生 我可以煮饭 我可以陪北美的伙伴 还有我可以住够我的移民间 哪有不好 哪有不好 我看不懂 我只能看见车 车灯前三米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的神 我从来都不知道 什么是最佳利益 凭着心 每天往前走 用平常心 看无常事 欢喜地守住我的发心 朴素地活着 我的分享结束 谢谢今天在线的伙伴 感恩琳达 感恩妈呀 感恩大姑姐姐 谢谢 谢谢白平老师 非常好 老平老师的比喻 我们就可以想到 如果你平常每天都是吃鲍鱼 突然有一天 端上的是鸡汤 你就开始抱怨 很多穷人连鸡汤都喝不起啊 所以我们说 由奢入简难 就是这个道理 好 好 那么最后呢 我想请出我们的双传总裁 李莹老师来帮我们做总结 李莹老师 你可以自己开麦克风 李莹老师 解除了吗 解除了吗 没有画面 等一下 有画面了吗 有 好 各位伙伴 大家好 今天很兴奋的听到了 玛雅坎坎耳坎 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有第一次 玛雅今天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她有着非常自信的 这个 这一个态度去演讲 是非常好 那么玛雅下次有机会 我们还会请你回来 那么你也有一个成功的喜悦 这个就是每个人都有第一次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呢 抓住机会 好好练手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 最好练自己的 这个演讲水平的时候 另外那个琳达呢 她确实是 我见过她好几次 那么在旧金山跟这个 纠色芬老师 也辅导过她的团队 确实感觉到她是一个非常独立的领导人 那么永远是阳光 永远没有抱怨 那么她真的是自己身在外地 我们都是偶尔去帮助她一下 基本上都是她自己在操作 真的不容易 我记得上次拿六千块钱吧 她也拿到了 我们真的是非常欣喜 她一个人单打独斗 而且她那个小镇呢 离这个旧金山开车 还要好像四个小时 那么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镇子 那么她这样的 这个独立的领导人 都能够坐起来的话 我相信没有任何人有理由 那么坐不起来 我想很多人比她的条件都好 那么所以说呢 不在于条件好坏 在于你的心态 在于你是不是有一个必胜成功的 这样的一个决心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 那么那柏平老师 那更经典的来分析了 我们这次目前的状态 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就像优公司一样 优公司天天都是这个领导人 往外往回运货 那么我们现在只是在 这个公司物流不冲烫的时候 我们领导人多出一点力 就跟别的公司没什么大两样 那别人的这个 这个常态是我们的底线嘛 所以说呢也非常好 柏平老师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 另外他先生 陈田大哥 大家都尊敬的陈田大哥天天 那么笑呵呵的去帮助伙伴计货 那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开心 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心态非常好 所以我们大家呢 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陈田大哥 这样的一个心态 开着大零制车去给伙伴们送货 也真的很不容易 那么我现在也接到了这样的任务 因为Selina老师上面推荐人就是我 然后他们有一些伙伴 也在中国呢 做这个自动订货 今天我家就收到了一大项货 那我要让我女儿明天就给U出去 就给寄出去 那么我们从前呢 是没有这个寄货的 这样的一个任务 但现在呢 我们就是做了别的公司 一直在做的事 而这个呢 又是短期的一个行为 那如果公司的物流 真正的通畅了 那么我们就不用这样了 所以说暂时的困难不要紧 我们想办法跨越过去 那它就不是障碍 那它有可能是我们的助力 所以说我们这个团队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的上面的很多领导人都在北美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帮到中国的伙伴 包括亚琴的团队 那么运了400多盒配钱回到中国 那么没有耽误伙伴们这个急需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想办法 就是有问题不要紧 那么我们克服问题 它就不是问题了 所以说呢 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那么任何一件事情发生 都有正反两个方面 我们用正向去思维就好了 这也是这三位分享者 给我们的这样的好的启示 那玛雅也是就是 每天都是笑呵呵的 那么他的心态也非常好 那么他也是家里不愁吃不愁穿 住着很大的一个房子 前两天我到他家 那么还是这样 愿意为伙伴们付出 那我们觉得这个付出 是爱出者爱反 付亡者付来 能帮到伙伴 是我们的荣幸 所以说呢 我们也练出了真正的 这样的一份爱心和慈悲心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体验的过程 所以说任何的事情的发生 我们都把它当成 我们是戏中人的一场戏 不要把它当得太认真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 将来都会解决 而且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故事来讲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 另外呢最近的这个物流慢慢通畅了 那么好消息不断的而来 那么北美呢又有了新的这个促销 就是这个AM PM 买两套送两套 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 然后呢我们这边也是展开了这个LEAD 就是我们每年呢都有LEAD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培训领导人的这样的会议 那我们最近呢也有 那么我们北美新上任的这个 易如 周易如 这个总经理呢 他本身也是培训师出身 最近呢也在这个Zoom课堂里呢 给我们一些培训 包括ABC法则呀 包括这个这个坚定信念呢 这些个呢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专业的培训 所以说现在看起来哈 我们培训够了 大团队的培训 公司的培训 自己小团队的培训都很多 大家也都了解了很多 都有好的心态 那么该我们付诸行动的时候 包括蓝宝学院毕业的一些个伙伴们 那么经过Selina老师这个蓝宝学院毕业了 那要有用武之地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不要考虑物流 我们北美的这个上面的领导人 帮助大家解决物流问题 这是我们团队的一个优势 那么别人都在发愁的时候 那我们的货物会源源不断的运进中国 那这是一件好事 那我们也可以弯道超车 所以说呢大家行动起来 不要再等待 也不要再这个抱怨 抱怨是与事无补的 正向的来看 这已经是别的公司的常态 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所以说呢 我们配合公司 公司很快呢 就会解决这个物流问题 然后公司的这个 和中国当地的 已经拿牌的公司的合作 也在进行中 那一切都在进行中 由于疫情的关系 我们的这个莫斯科旅游呢 也推到明年五月份 因为在今年年底之前 大部分的国家都不会开放 所以说我们只能推 所以说呢大家呢不要气馁 让我们一起加油 行动起来 来这个 好好的把结诗做下去 OK 加油 好的 谢谢 谢谢林老师 好 北美的领袖峰会呢 是明天早上 每期时间 10点钟开始 每东是下午1点钟开始 时间很长 但是中间还会有分场 会有Flora 我记得几个针时 会有Flora 会有威蕾老师 还有其他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线上收看 好 那我们今天培训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拜拜